普天同情 欸 雞排妹 全科確定 雞排妹要加油了 所以我建議她可以開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叫做 前科太太 每一次開頭就會說 嗨 大家好 我是前科太太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我覺得憲哥要勇敢一點啦 要不要趕正面對決 我真的非常的想上你的節目 誠意嘴臭雞排妹 前科太太 喊話想上憲哥節目求正面對決 很開心吧 普天同情 欸 如果幫我拍一個更新 要恭喜 普天同情 太開心了 但也是個心情 陳三精秀的武功華戲 知識型王虹成怡 2021年和死對頭雞排妹 增加純深夜直播大戰 雞排妹事後在臉書 遺色號洩漏成怡手機號碼 因違反個資法遭起訴 22號三神定宴 雞排妹被判刑三個月 得一顆罰金9萬元 成怡同天下午節目錄 應不免訴嘴求一波啦 普天同情 第一個反應是先恭喜雞排妹 第二個反應當然是立刻發文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要跟我一起歡慶 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欸 雞排妹 前科確定 我覺得雞排妹現在也沒什麼工作嘛 所以我建議她可以開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叫做前科太太 每一次開頭就會說 嗨 大家好 我是前科太太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我想她一直過得不太好 民事的部分我們絕對 確定一定會贏 只是說金額賠償的多寡而已 我想比起民事的賠償部分 我們更開心 金排妹現在是一個前科犯 大家有去過日本嗎 你在入境日本的時候 他們會要你填一個入境申請表 那個表上有一個問題非常的重要 會問說 請問妳有沒有刑事前科犯罪記錄 在這邊要提醒雞排妹鄭嘉純 以後入境日本要記得打勾說 有喔 三審定宴的意思 在這邊跟各位科普一下 就是說 確定了 不能夠再告了 我想雞排妹她本身就是法律知識不足 所以呢她才會堅持說她還要再提告 什麼還要講一堆新的事證出來 我希望雞排妹不要再濫用司法資源了 也不要再以身釋法了 你已經是個前科犯 不要再給社會做出更多不良的示範 我們的司法資源非常的少 檢察官法官都很辛苦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濫訴的朋友 才會導致很多真正需要司法資源的人 沒辦法用到這些資源 雞排妹要加油喔 我希望雞排妹要多讀書 雞排妹的律師也是 不要助長這樣爛訴的風氣 你要來就要問過製作人嘛 如果說有適當的才藝表演 或什麼可以跳舞啊 或者是可以唱歌啊 如果吳宗憲邀請我 求之不得啊 如果吳宗憲一直講說 陳怡有什麼才藝 她上我的節目也只能夠噴 吳宗憲請問一下你有什麼才藝啊 你的才藝除了嘴秋以外 你還有什麼才藝 那我的嘴就是比你更秋囉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應該是怕了我 你想想看吳宗憲整天說要退出演藝圈 然後到現在還狗言殘喘的 我覺得憲哥不知道是不是很缺錢的關係 才需要這樣子一直說要退又不退 整天搞得像自己跳樓大拍妹一樣 最悲慘的大哥大概就是吳宗憲了吧 我覺得憲哥要勇敢一點啦 要不要趕正面對決 我真的非常的想上你的節目 喔對我想提醒一下 這節目之前有邀請雞排妹來耶 我其實很震驚耶 因為這是意志節目吧 你確定雞排妹要上意志節目 好啦